台铁玉里站旁停车场缺乏照明设施 不仅停车环境不安全 附近住户也忧心在入业之后会变成治安死角 而政公所也很重视 政长蔡秋龙他认为 文中二校园印地地在还地渔民之后 有准备要拆迁一个大型探照灯 想把它牵引到这个地方 在经过和台铁等单位来现看之后 是获得了一致的共识 玉里文中二校园预定地确定还地渔民 地商务包括了旨在树木 摊照灯等各项设施都将拆除 而政当政公所在伤脑筋之际 接获站前住户以及乘客反应指出 站前停车场缺乏照明设备 期盼政公所能够想法子解决 于是政长蔡秋龙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车站毕竟是我们一里正名 他们在乎的地方 就是常常在我的右手边这个防球场 常常民众反应就是太暗 怕成为犯罪的一个温床 所以说刚好政公所现在文中二那边 已经还地渔民 文中二那边有四盏 四盏很大的灯 其中有一盏就是民众反应 就是说希望就是在这边设立 台铁一里站旁停车场缺乏照明设施 不仅停车交通环境不安全 不禁住户也忧心 入业成为了治安死角 因此陈勤 期盼政公所能够解决改善 政长蔡秋龙为此也特别邀及政代会 台铁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经过讨论 交换意见也达成初步共识 不用花大钱 停车场缺乏照明设施的问题 都将迎刃而戒 那个经费就是只要就是 就是那个遗址移的费用 路灯是我们公所的原有的财长 就是不用再花钱 就是照射的因为考虑 不要照射到住户嘛 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就是影响最就是效果最好 影响的层面最低 玉里文中二预定地总共有四支 大型照明探照灯 政公所打算回收再利用 计划将其中的三支探照灯 分别拆除迁移到停车场南边的东西两侧等位置 照亮整个停车场 希望能够提供住户与乘客一个明亮又安全的环境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